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9月23日 今天是9月23日 雷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? 大家可以看到雷由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组成 它的上半部分 是雨这个字 雨 rain 下半部分呢 是田这个字 我们之前学过田 filled 上面一个雨 下面一个田 什么意思呢? 大家可以想象在下雨天 下面是田地 那有可能你会遇到什么呢? 你会遇到雷雨天 所以这个字它的意思是thunder 雷 上面一个雨 下面一个田 现在我们来写雷这个字 横 点 横 勾 竖 点点 点点 下半部分 下半部分 田 竖 横 折 横 竖 横 可能你注意到了 如果只是一个雨字 我们的书写是 横 竖 横 折 勾 是竖 横 折 勾 可是呢 这里的雨 因为只是汉字的一部分 part of the character 它只是一个部分 所以它就会变小 squeezed 会变小 变压缩 那么这里的竖就变成了点 以前的横 折 勾 就变成了横 勾 好的 我们再来写一遍 横 点 横 勾 竖 点点 点 点 竖 横 折 横 竖 横 接下来我再解释第二个常见的问题 大家可能会问 老师 这个雷和你写的这个雷不一样啊 你看 这里是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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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写的是点点点点 为什么不一样 在Windows的系统当中 都有默认字体 默认字体 那汉字的默认字体 叫做等线体 等线体 等线体写出来的字就是这样的 但是呢 我们现在所书写的是手写体 手写体 那所以就变 所以手写体是点点 而不是横 横 我们再来写一遍 横 点 横 勾 竖 点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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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竖核 横折,横,竖,横 横,点,横钩,竖,点点,点点 竖,横折,横,竖,横 横,点,横钩,竖,点点,点点 竖,横折,横,竖,横,竖,横 横,点,横钩,竖,点点,点点 竖,横折,横,竖,横 横,竖,横,点,横 横勾,竖,点点,点点,竖,横折,横,竖,横 最后三个字由大家自己来书写 好了,这就是我们今天写的汉字 雷,雷,Thunder